市長柯文哲任內最後一次的公開活動 就獻給了東區商圈 那當然在這個部分 他昨天晚上出席活動 柯文哲強調認真工作到最後一秒鐘 剩下的希望市府同仁們繼續努力了 他要回去當醫生 他還說啊台大把他當燙手山芋 甚至是記者可能比學生還要來得多 他會再思考一下接下來要怎麼辦 而這場活動新市長蔣萬安也有來參加 但是抵達的時候柯文哲已經離開 兩個人沒有同台 不過在於選戰現在還沒有結束 這是一個延長賽的部分 就是吳怡農跟王鴻威了 在北市立委補選的部分 在這個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版圖 還有很多的細節都是我們要來一一的剖析的 特別在吳怡農他競選總部的內部民調 其實或許支持度沒有外界想的這麼低 那他們的內部民調顯示呢支持度 只落後了王鴻威大概4.5個百分點 甚至年輕族群特別喜歡吳怡農 在20還有49歲 吳怡農是比王鴻威還要來得有優勢的 但是可以看到在比較年長的這一塊 50歲以上全書王鴻威甚至50到59歲的區間 也是落後了29個百分點差距相當的大 所以在吳怡農這一塊 他能不能把年輕人的支持度轉換為投票率 認真的把這一票投給他 就會是吳怡農獲勝的關鍵之一 那當然吳怡農也說啊 將年輕人的支持度化為選票 是接下來兩週必須要來突破的方向 當然負面的選舉模式有用 因為從網路聲量就可以看到 但是負面的聲量會不會轉換為仇恨值啊 這個部分王鴻威他就有特別針對 網路聲量來進行剖析了 那王鴻威起初的時候聲量是略勝 直到吳怡農提出了松基簽件之後 他的網路聲量轉折是迎頭趕上的 可是這邊認為吳怡農在網路上面的聲量雖然高 可是卻是負面聲量攀高 那王鴻威說 網路的聲量大小最後能不能轉換為選票 這件事情都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他們也會更謹慎 更勤跑基層 那前立委沈富雄就說 吳怡農每拒絕一次辯論 就會流失掉很多選票 所以或許這也就是藍營現在在打的 邀請吳怡農來進行辯論 講政策不要空口說白話 那沈富雄認為說加上總統級的戰隊幫忙 卻一點用都沒有 這個立委補選的結果恐怕會非常難看 那時事評論員黃耀明說至少有一點 他是表達肯定的 吳怡農知道選民現在對民進黨的仇恨值很高 大家都有看到問題卻解決不了 只能說吳怡農的選舉操盤恐怕是荒腔走板 公布自己落後的民調 我覺得他算有勇氣啦 你看過去自由時報 過去什麼亞太協會 公布一定陳時中 他要自己打出一套 他是用所謂的告急 我們落後但我們要堅持下去 我們在北宋山落後了 我們大家要繼續打 那至於那個三十歲四十歲以下 或者說這個五十歲以上 這個王宏偉領先 年輕的吳怡農領先 所有民調都是這個趨勢啊 可是問題就是補選是比投票率嘛 所以我一直都說 你的年輕人領先沒有錯 但是你要怎麼樣讓他們有投票動能 然後最近我看到一個新聞莫名其妙啊 說他的宣傳車是一直播 他有宣傳車啊 對有有有 然後他的廣播就是 跟民進黨支持的說 大家不要氣了 不要氣了 我們要出來投票啊 我看不懂這是什麼招 知道大家對民進黨怨 那個怒氣很高 仇恨值憤怒值都很高 所以請大家先放下來 我們還是要支持我們的農農 開始的出場 真的王宏偉出場的不漂亮 可是 所以那個時候你看 就像我是兩個禮拜前 一個多禮拜前 訪王宏偉的時候 宏偉起說 他那個時候民調差距非常小 誤差範圍內而且差距非常小 雖然他領先吳怡農 但是非常小 而後來媒體的民調是 其實都是拉大的 即便包括連吳怡農自己做的民調 都顯示4.5% 覺得吳怡農現在的整體選戰的打法 確實是有點荒腔走板的 而其實大家都看到問題 然後呢 可是卻解決不了 中王集團董事長趙少康 在聖誕夜的時候 舉辦了戰鬥欄感謝茶會 在會中邀請了這次 九合一選舉的戰將們 包含像是縣市長 以及議員的當選人候選人等等 不過趙少康的這一場活動 這一場茶會被外界視為 是提2024提前暖身嗎 展現火力嗎 因為趙少康在23號才在臉書 PO文說他的第一句話就寫 如果我選總統 那是不是要鬆口參選了呢 對此趙少康是回應說 只要有比他更適合的人 就會支持他 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自己出來選 戰鬥欄感謝茶會擺出大陣仗 藍營先是首長和議員候選 當選人齊聚一堂 中廣董事長趙少康喊話 全力下架民進黨 2024呢我們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下架民進黨 不但要把這個總統這個位置拿回來呢 立法院長要拿回來 2024已經不僅是藍綠對決 而是朝野對決 茶會涵蓋藍營親中壯世代 趙少康大秀人脈 更是為2024先暖身 23號臉書發文 第一句就寫 如果我選總統 喊話如果沒有比他更適合的人 就會出來選 有人媒體說我鬆口了 我真的沒有鬆口 我從頭 從頭到尾 都是這樣講的 有比我合適的人 那我就支持他 沒有比我合適的人 我就自己出來 角逐總統路先埋伏筆 但茶會獨漏 被視為2024 藍營最有機會 披掛上陣的侯友宜 是王不見王嗎 挑聖誕夜公開展示火力 趙少康率先名槍 就看是誰最後對戰賴清德 挑起替藍營重長執政的重責大任 記者彭宇德 洪俊敏 潘耀元 蔡品宏 台北三網報導 今天舉辦政副議長的改選 國民黨高雄市議員曾俊傑 在敏感的時候退出了國民黨以無黨籍的身份 要代表民進黨角逐副議長 此事讓國民黨的基層其實非常不諒解的 那代表參選高雄市長落敗的柯智恩也感觸良多 他說在知識上面帶槍投靠 其實這樣的交換不是新鮮事 但過去被視為賣有求榮 但如今道德標準一降再降 竟然對於這種背叛 還能說是為了要城市的進步不分藍綠 大言不慘是令人刷新三觀 而另外在台南議長選舉的部分 是爆發了黑色風暴 時事評論員憲韓彬就痛批民進黨 到現在都沒有檢討 我今天是非常樂見台南出這種狀況 這種狀況出得越多 民進黨才不能夠視而不見 你看到今天到現在為止 請問一下民進黨 真的有講過任何一句話嗎 沒有 完全沒有 這個黨是什麼垃圾黨啊 你們黨員出了這麼嚴重的問題 你們看都不看一聲啊 什麼爛黨啊 這種黨好意思跟我講說 你有台灣價值 在為台灣努力 努力一個頭 你們正在破壞台灣嘛 你們在把台灣搞爛 搞臭 搞黑嘛 不就這樣嗎 這就是你們這個民進的爛黨嘛 所以這個黨已經完全不在乎了 你看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 之前我們就講 台灣到處都要擄人惹瘦 這些詐騙集團到處橫行 所有的事情發生了 八八槍了 然後蔡英文都不吭聲 現在你民進黨的黨員 自己搞出這種事情來 然後一點反應都沒有 蔡英文也不講話 成績辦也不講話 賴清德死到哪裡去了 不是清流嗎 你以前不是為了議長的問題 跟李全教隊幹 然後不進議會嗎 那現在你怎麼不肯兩聲 是因為是你們民進黨自己的人 你知道嗎 然後呢 梁文傑你死到哪裡去 王定宇你死到哪裡去 八千人 八千兄 你死到哪裡去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